我基于这个责任 我宣布辞去机态建设董事长一职 所有责任就我一个人来负担 神隐66小时机态建设董事长陈世民 四度鞠躬道谢和致歉 宣布辞去董座大位 整场记者会他只说了7分20秒的话 就离开现场 董事长他已经表达他负责 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 那接下来可能董事的事情是董事会决定 哽咽落泪拿出手帕事累 但面对关键问题 何时把房子还给受灾户 机态却说他们无法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 决策不在我们而是在市政府 市政府希望他快他就会很快 市政府不希望他快他也快不起 虽然已在重申不逃避立场 但却把修复进度的责任丢给台北市府 更强调机态向受灾户提出重建意向书是善意行为 不满外界抨击他们是趁火打劫 基本上就是重盖给他 因为他一瓶房子就换一瓶 等于就是他不要出钱旧屋换新屋 没有一个公司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这样做了以后 如此负责的做 结果被说要趁火打劫 机态开出一瓶换一瓶的条件 但这还是得看受灾户的共事意愿 目前台北市府和机态先达成三点共事 机态要提拨一亿信托 支应救灾和复原 第二配合倾斜房屋重建 第三协助安置负担三年租金 但因为施工疏忽害得受灾户无家可归 机态竟拖了四天才开记者会道歉 危机处理慢半拍 如同他们最初无视零损警讯 最终酿成难以补救的重大公安意外 3D新闻王晨艺林玉军S群小组台北总播